那麼我們在群組裡面還有一些可以做的 首先剛剛有老師有遇到一個情形就是 不小心就把它設為公開了 群組你看我這個鎖起來是不是沒有公開 如果你要改變一下 你可以按一下設定 不是設定 抱歉 以前在設定 你按發布 在課程在課程這邊 課程這裡 你按這個發布 有沒有就可以改變公開或非公開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群組的呢 群組的 這是我自己的群組對不對 如果你要改成公開或不公開 是在設定裡面 有沒有私人群組 你打一下有沒有被公開 因為本來課程也是這樣子 但是它最近改版 所以有一些不一樣 記得要儲存喔 另外如果你對它預設的圖片不滿意 不管課程或者是那個群組 這邊都可以選擇 還有一些內定的 只是平常我都很尊重大家 蛤 你們都沒有覺得我都 你覺得 我沒有那麼隨便吧 你看我的 我都很認真的幫每一個都有做一個 我幾乎沒有用過預設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 你比較尊榮的感覺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是 這一個齁 就是如果你要設公開不公開 再來 如果你真的是不公開的 你也怎麼進來 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你不公開 那你就不會再發現看到啊 所以呢 你可以叫他 對 產生代碼 有沒有 但是有些人比較忌諱 一二三四 你可以重新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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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到他們都進來了 你就清除代碼 即使他知道代碼也進不來 那其他的也進不來 其他的也進不來 就是進來的就進來的 除非他退選 退出群組他就沒 他還是可以退出 這樣子要寫 再來你看右手邊這裡 你也可以放一些 如果你上課有相關的檔案 對不對 連結 這都沒有問題來 隨即抽人 對啦 幾乎有誰 需要抽兩位同學 三位同學出來問一下有沒有 知道為什麼我剛剛 要請大家寫名字了 你看這樣就找不到 美華老師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速認識同學 瞭解了嗎 因為他打名字之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對啊 就可以隨即抽人 那另外呢 你看到這邊 這邊 我們剛剛還有提到就是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那個叫做什麼 獎勵啊 基點 你看我都有準備 做得不錯喔 跟老師討論一下 派問的就給他這個 付的 來我們 給各位試看看 你看任務裡面 你可以從任務去做 比如說我們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形 好 這位同學 因為沒過關 所以他再努力一下 有沒有 請多加油 對不對 然後這邊老師都過了 講這全部 這兩個沒有 你就給獎勵 做得很不錯 那麼 你 同學在哪裡看得到 在這裡 在他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副理 什麼時間有沒有 什麼提醒 什麼任務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基點 對嗎 但 反正那只是一個手法 你要當把那個當作點名也可以啦 我不反對啦 就是可以像這樣玩 那 另外呢 這裡 相關的連結啦 那你也可以從講義這邊看到 目前有多少人 有這個有沒有 你看這裡這個 都有記錄 點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哎 剛剛那些 在後面看掉到後面 在這裡 有沒有哪些人做得很不錯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 當然 給錯了可以刪掉 萬一給錯了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 這個是 萬一在群組的 我為什麼特別強調說 那個群組比較有時候搬幾近呢 概念就是 你的互動工具比較多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教材 那就 稍微少一點